dzi pocket 3 你看dzi pocket 3 就成功連接到這個antam mini pro 你看非常的流暢哦 各位大家好 這台是dzi pocket 3 我們今天要針對於說 這台dzi pocket 3 要怎麼做直播 他這邊有提供一個UVC的輸出碼 你要做直播就可以直接連接到 你的電腦的USB的孔 就可以在OPS 或者一些視訊會議的軟體做直播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連接到這個視訊導播機 比如說像這台是antam mini pro的視訊導播機 他必須要吃HDMI的輸入源 那我們的dzi pocket 3他沒有HDMI 他就有USB的接口 那怎麼辦呢 我們今天的方法 用有限的方式去轉 轉成HDMI 你看到這邊有個USB輸出嘛 那我的想法是把USB的輸出轉換成HDMI 那是不是就變成可以連接電視 那當然也可以連接這個導播機了 那這個方法有兩種 一種是這一種 這一種是USB攝影機的直播轉換器 他吃了USB webcam之後轉換成HDMI 那他還有很多功能啊 什麼UVC bypass啊 還有什麼連接到這個 iPad上也可以用啊 也可以錄在上面 這個比較高級一點 我介紹一個比較 比較入門款的就是這一款 這一款就是單純的 USB webcam輸入 然後呢轉HDMI出來 非常簡單 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首先將你的dzi pocket 3先打開來 然後將你的USB-C的接口 用USB線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連接到這個轉換器 這個有個USB的口把它接上去 好那這電源5伏特上上去 然後再連接電視 我們先連接電視 然後再連接電源 這樣子 你看喔 他會出現Fabon的Logo在電視上面 然後等待 等待差不多10秒鐘的時候 這台dzi pocket 3他會出現 攝像頭你就按 開啟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成功了 你看 Hi 你看 是有聲音的吧 聲音是正常的吧 我放大聲一點 他有回音 Hello Hi UVC轉HDMI 聲音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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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關掉 聲音關掉 這樣就達成了 dzi pocket 3 這個變成HDMI 看 好 那那怎麼連接這個 視訊導播機呢 比如說 說這台是這個 antam mini pro 那很簡單 我們先看antam mini pro的介面 他這邊後面 的地方有1234 四路的輸入源 有一路的HDI輸出 那這個HDI輸出就連接到你的電視 我們示範一次給你看哦 電視先 接起來 然後連接電源 我們先調成multi view 然後呢這個轉換器的HDMI輸出再連接到antam mini pro就可以了好 這個HDI線 再接到那個轉換器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就出來了 你看 然後這時候你將你的antam mini pro調成channel 2 就有畫面了 那我調成這個全螢幕的 你看 dzi pocket 3啊 就成功連接到這個antam mini pro 你看 非常的流暢哦 dzi pocket 3啊 透過他的usb webcam的輸出 連接到這個 Febon的 UVC轉HDMI的轉換器 然後轉成HDMI之後 連接到這個視訊導播機 antam mini pro 就可以做這個視訊的這個切換了 那當然他的缺點就是有條線的這個束縛 我們公司有另外一個產品是用無線的方式 那有線跟無線各有千秋啊 有線是穩定度好 那無線的是方便 他們有這條線的拘束 那有線的好處呢就穩定度好囉 那麼無線的壞處呢 就是他的穩定度會比較不好 各有千秋哦 dzi pocket 3啊 無線的方式變成HDMI 連接到電視 在練習的方式變成HDMI DMI T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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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